好这个918强震重撞了南区三个乡镇 但是警邻的瑞穗乡也有地震灾害传出 会在奇美部落的奇美原住民文物馆 二楼梁柱严重的军列 那么经过专业技师的鉴定列为围楼 那么乡公所除了紧急封锁修馆禁止进入 馆内人员也暂时回公所上班 避免发生危险 虽然这一次强震瑞穗乡并未列入灾区 不过奇美原住民文物馆二楼建筑仍有灾害传出 那对于我们公共区域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奇美原住民文物馆 那因为一楼二楼的梁有军列 所以我们暂时修馆 等我们安全结构鉴定没有问题以后 甚至我们改善以后 我们再会来公告开馆 也保护我们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参观人员的安全 透过这一张张的照片 文物馆建筑的主要梁柱崩裂 清晰可见 可见地震威力有多大 乡公所也立即向宪政府通报 23号经过专业建筑技师到场鉴定后 确实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贴上黄色告示列为危险建物停止使用 乡公所也同步封锁受损区域 暂时停止馆内展览 活动全面修馆不对外开放 那因为这个建筑物也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如果真的是安全结构鉴定上有问题 那我们会提报县府到原住民委员会 来争取我们的改善工程 希望能够得到中央的一个重视 然后这是我们瑞税原住民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物的一个集货的一个地方 齐美原住民文物馆91年兴建 并且在96年正式开馆营运 为两层楼建筑 一楼为文物展示区、库房、办公室 以及电脑阅读教室等 而二楼为阳台区规划为部落餐厅 而这一次的地震灾损 乡长陈金光表示 将会积极地向上级相关单位争取改善 并强化建筑物的耐震力 确保建筑空间的安全 记者十一日栏瑞瑞瑞采访报道